我们看这一题 他说顺安租车行有甲乙两家分店 顾客租借机车后可在营业时间内与另一分店归还 并依照租借的天数计价 也就是说他有两家店 甲跟乙两家店 出租以后的话 你这个车子可以还到甲家电或乙家电都可以 比如说你从甲出租出来 可以还乙也可以还甲 那么他说 已知某日开始营业时 甲乙两家店的租借记录皆显示没有租借在外的机车 当天营业结束后 两家店的机车数量清单 如这个表 好 这个表有部分被污损了 这个被污损了 只有两栏可以看得到 就从甲出租甲归还的有17辆 那以出租以归还的有15辆 好 那么他现在是说 以致从甲出租的机车 比从乙租出的多3辆 我们假设 从甲出租以归还的 就甲出租出去 那以归还的 我假设叫做A1 A1辆 那从甲出租出去 那当天没有归还的 我叫做A2 就是说甲出租出去嘛 结果当天没有回来 他还要继续玩 好 那 这个以出租出去 当天甲归还的 假设叫做 有V1辆好了 以出租出来 然后归还甲的话 有V辆 然后未归还的 以出租出去 未归还的 假设有V2辆好了 现在他给的条件是说 以致从甲出租的机车 从甲出租的机车 有这3个嘛 就17 加上A1 加上A2 甲出租出租出去 比以出租出去有这3个嘛 就15 加V1 加V2 这个多了3辆 多了3辆 多了3辆 从甲租出的机车 比在甲归还的 多了4辆 再比, from甲出租出租车 的机车 比在甲归还的 从甲出租的 就17,加A1,加3A2 比在甲硅,比在甲硅环的 在甲硅环的,甲出租的机车 从甲出租的机车,比在甲硅环,在甲硅环的有哪里呢? 有这个啦,17,还有这个啦,这两个 17,再甲硅环,再甲硅环 17,加B1,B1 这个呢,多了四量 好,那么他们说 则当天从已出租,且当天未在甲硅环的 已出租未在甲硅环的,就是B2啦 他们B2等于多少 那我们从这个四字的话,应该可以算出B2啦 我现在给它减上去嘛 减上去的话,这个就变正了 这是负的嘛 所以是负2 B1 现在,减掉呢 这个B1 一减掉负B1就消掉了 剩下这个是正的,B2 4-3是1啦 所以B2等于3 B2等于3啦 3量 所以大家应该要选B 3 3 4